今天我們來到福建中學附屬學校 和校長Eva聊天 讓家長了解這間學校的特色 校長香港的教育是很兩極化的 有些是催谷型 有些是催谷型 不知道這間學校的定位是什麼 我的校都很重視學術 但我們的學生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相信 愉快不是一定來自或降低要求等方面 而是學生由不懂學到懂 那種滿足感令他們更快樂 還有學校有很多活動 有七十多項的活動 是給學生選擇 亦都每一年有些特色的活動 所以學生學得很開心 我們最主要是激發學生在內在的追求 不是加很多考試測驗令他們去學習 而是他們自己很想學 在一個好的學術氛圍裡 所以整體來說學生都是很開心的 校長當年那時候 你由國際學校加入這間學校 其中一個改革就是 將學校的考試次數減少 改為平衡 是否想將學校變成開心的學校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國際學校是很開心的 但實際上我在國際學校的經驗 告訴我 在課堂裡的教學是很重要的 我發覺在傳統測考裡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影響了教學 所以取消考試其實是為了優化教學 取消考試 令我們可以爭取多些學習時間 另外老師在教完後 立即幫學生進行評估 老師可以立即知道學生學得懂不懂 所以效果是更加好的 即堂去評估他們 對 校長你如何看港同問題 聽聞你這間學校的畢業生 全部都懂得自己綁鞋帶 你如何確保他們有自理的能力 現在香港很多小朋友的自理能力 和抗疫能力都不太理想 我們認為學校的其中一個責任 就是培育學生全人發展 我們希望學生離開了學校之後 他們有自理和抗疫的能力 所以我們在學校特別重視這部份 其實本身綁鞋帶和摺衫 應該是在家裡學的 不過都知道香港家長真的很忙 但我們不希望學生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所以每一年我們都有家長義工來到學校 幫那些還未懂綁鞋帶 還未懂摺衫的小朋友 教他們這方面的知識 校長我知道這間學校很注重教學 而且全力推行這七個有效的習慣 這件事如何可以幫到學生呢 其實這七個習慣包括 包括有主動積極 以忠為始 要事第一 雙贏思維 知己解皮 協同效應 以及不斷更新 你都記了 是的 我們全校都記了 全校都記了 老師正式接受美國方面的培訓 亦都是在學校施行這個課程 我們香港是第一間學校做這件事 但其實在世界各國 其實很多學校都已經進行這個課程 亦都看到進行這個課程之後 學生的學習和品德方面 都有很顯著的進步 所以我們都用了這個方法去教導學生 真的很有用 是的 校長 我知道這間學校在短短幾年之間 拿了很多語文 數學和STEM的獎項 學校做了甚麼改革 取得這麼好的成績 其實我想真的要多謝老師的團隊 首先我們將中英數和STEM education的課程 其實是全部進行改革和更新 所以老師其實都辛苦 但因為我們都有一個校本的培訓 每一個進來英校工作的老師 我們都給他一個基本的培訓 大家都知道是怎樣去做的 所以效果就很明顯 全部老師都培訓過一次 是的 很厲害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一個培訓的時間 校長 你們學校很重視教學 除了讀書之外 他們都重視運動和體育 不知道學校有甚麼特別的運動項目 可以介紹嗎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精英運動員 精英運動員 厲害 代表過香港出賽 所以我特別重視透過體育 去培養學生不同方面的個人質素 特別是抗疫方面 要堅毅 要奮鬥等方面 亦都配合我們福建中學的勤奮拼搏的精神 我們學校在田徑羽毛球 乒乓球 乒乓球 體操這些傳統學目上面 都有很好的成績 另外就是因為我都很希望學生能夠享受到體育運動的樂趣 所以我們學校都是第一間學校成立了單輪車隊 海地冰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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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冰的 就在陸地便可以玩 另外把兩件事融合 就是單輪車曲棍球隊 學生在小式上學之前都可以在操場上玩 挺開心的 因為很多學校都不讓小朋友跑 但我們都想確保學生 小式都有一定的運動量 他們可以自由地玩這幾樣運動 挺好的 很感謝校長今天照顧我的訪問 別客氣 多謝你